与其他人的赛事 在赛事与其他人 今天有请电影小光子 我们的艺人邱泽 歌唱 来 邱泽 邱泽 哇 我十六十 曼泽 我十六十 来 邱泽 我想邱泽主演的这个影视作品真的是太多了 雪地里的星星 人未知夏天 篮球部落 天使我爱你 还有夏佳三千斤等等 都非常多耳熟能详的角色 那么这次在冷爱热恋当中 对于我们的子涵 展开这个猛烈的公式 有非常多精彩的片花 我们也希望现场的朋友能够 第一时间的关注我们的冷爱热恋 有请邱泽 一号邱泽 和我们大家一起去聊夏中的角色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邱泽 各位媒体 然后各位来到现场的朋友 各位前辈的演员们 大家好 很高兴跟你们 能够跟你们一起合作 然后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拍摄这么好的剧本 然后进到这么好的剧组 跟这么好的演员一起合作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谢谢 非常荣幸 其实邱泽真的是很谦虚 其实他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 都是扮演的白马王子 有的呢像子涵说的很多兵 是不是 但是我想说这个剧中你扮演的角色 和你之前的一些角色 有没有一些不同 或者说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其实 比较冷的印象是以前的 比较前面的作品 其实这两年也拍了一些 需要用喜剧节奏来处理的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 刚好是把前面的 获得的那些经验来释放 然后 当然每天 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 每天相处都是很开心 因为跟梁小冬相处 他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灵活的 在画面上看起来比较灵活的 然后也尽量满足 导演在看监视器的时候 他的节奏处理 胎词处理 再来是他的肢体 然后 看起来每天都很开心 其实每次回去 处理那些角色细节的时候 其实 呃 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 呃 静下来跟 我每天就是 试着让自己跟梁小冬相处 因为他 他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必须要跟他 每天不断的跟他相处 然后跟他一起工作 所以 看起来很开心 但是实际上呢 有下 下一些功夫 这样 应该是非常有挑战 就是说生活当中 你是比较近的 对不对 有没有近一些 没有 话比较少 话比较少 但是这个角色却很活泼 所以你每天都在跟他 一直相处 这样啊 邱泽 今天你从来到我们的现场 都是 很冷 特别的苦 我特别想让你还原一下 你剧中当中 追紫涵的那个热情的感觉 用你作为小冬 对不对 他的角色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或者看到你的女神了 你突然间转变你这个剧中的角色 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好不好 现在 对 平常就是 因为 为了要追 梁晓冬为了要追唐娜 他放弃了那个 意愿的继承 跑到 唐氏集团里面当保安 所以每天就是敬礼 然后说董事长 今天有时候吩咐 马适逝 我马适逅去办 就是 为了要讨得他的欢心 大概每天都是这样的态度在里面 对 他只要把眼睛一笑 子涵你说得太好了 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没用 子涵说 他只要轻轻的把他的眼睛一笑 小冬就进来了 对不对 我就喜欢子涵这种一语道过 来吧就得 你的女神已经发话了 小冬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会笑的眼睛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立刻变一下身好不好 话筒不能给你了 直接演吧 我这样啊 直接三二一变身 刚才追我们女神 别着急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朋友们 这一刻一定要拍摄下来 我们的邱德要开始变身了 剧中可爱的梁小冬马上就要出现 现在还要和我们的导演对一下戏吗 来 导演要知道一下 对对对 一定要三秒钟抓住人心 你现在就行 OK了 来 找到感觉了 三 二 一 好 这是一种 子涵 这个当中的小 对不起了 好 好 我们这样五连拍一下吧好不好 我觉得小冬在这个剧中就是这样永远是快乐的 能吗 有点困难 因为现在不在西地 但是 因为很难随时进到西地 就是 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现场的朋友想看吗 那我觉得这个困难 如果你们的热情能打动邱泽 也许邱泽真的就迎难而上了 想看吗 想 邱泽同学 五连拍吧 准备 开始 一 二 好像差不多 三 不一样 四 最后一个五千万千万要绷住了 准备 开始 好 牙膏广到 请坐同学 好 非常好 真的是把她已经逼到一定境界了 哈哈哈 所以说啊 她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是与她现实当中那些生活有很多的碰触 在这部剧中呢 你是为了女主角呢 算是为爱放弃一切 在现实生活中 你会这样吗 不排除是有可能性 好谢谢 哈哈 哈哈哈 你的那个 好谢谢那个 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对对对她没有想到 其实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充满神党 好 如果说刚才这个幕后主持人得罪子涵了 接下来这句话我不敢讲 因为她可能会得罪邱泽 我先躲远一点 哎呦你赶紧问 邱泽你先看着我 我这个是看着台本来的 邱泽 邱泽是第一次 好 好